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方网 据台湾媒体报道 天王周杰伦出道多年 创作过许多筷智人口的歌曲 广为大众所知 武汉一名24岁女孩星性罹患缺氧缺血性脑病变 HIE 陷入婚礼四个多月 期间曾发生脏度心跳停止的状况 旁人已不抱任何期待 怎料某天男护士播放周杰伦的迷迭香 他竟出现自主反应 苏醒了过来 让人直呼不可思议 星性罹患缺氧缺血性脑病变 在重症时住了两个多月 这中间他的心跳停了三次 心脏 肺部 肾脏都受损 从一开始完全的昏迷不醒 到后来睁眼昏迷 无法做出任何反应 照顾他的男护士 从一月开始 会定期播放周杰伦的歌给他听 到了三月某一天 他听到了迷迭香后 双腿竟跟着节奏抖动起来 因为是星性住院后的第一次自主活动 男护士相当激动 做出更多舞蹈动作吸引他的注意 果然星性苏醒了 露出笑容抓住男护士的手 之后还可以缓慢地回话 一个礼拜后就转到普通病房休养 男护士事后记录下这段奇迹 感动说道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星星醒在周杰伦的歌声里 原标题 植物园少女昏迷四个月 听了周杰伦一首歌 竟然苏醒了孙燕兹遭遍 怨我恨你 他标枪 你死掉我也不在意孙燕兹结婚七五年 拥有一个可爱的六岁儿子 那小子 日前他宣布怀了第二胎 一家人开开心心准备迎接新生命 然而他十日凌晨在脸书突然有感而发 直说自己是糟糕的父母 儿子甚至对他恶言相向 吐出我恨妈妈四个字 他静气不过回腔 你死掉我也不在意 孙燕兹透露过去九天他足不出户 因为儿子生病了 原来那小子已死得了肺炎 不断反复发烧 呕吐 食欲不振 也因为身体不舒服大哭大闹 儿子不想吃药 又一直看电视 吃巧克力 孙燕兹和他几度争执 搞得身心俱疲 儿子既恨妈妈的眼里 有天写了纸条 上透是你恨我和我恨妈妈 他一气之下回了 是吗 如果你死掉我也不会在意的 最后母子俩互相道歉 一直到生病的第八天 儿子情况才好转 他终于顺利地试玩一玩面 而且没有从任何一端拍出来 我也快眼泛泪光 儿子后来又写一张纸条 上面写妈妈 我会帮你的总算有个好的结局 而这几天的忙碌 也让孙燕兹忘了自己还怀着老二 在早晨4点30分分我打着这些字的时候 突然意识到自己几乎忘了大肚子的存在 他也搞笑勉励自己和老公 还有一个就要来了 哈哈 我和Nedem又要重新再来一次了 我们已迫不及待钢铁人盔甲失窃 网友要头儿抢回无限源时 美国男星小劳博道尼 Robert Downey Jr.在2008年超级英雄骗钢铁人 I am Nen 首部曲中所穿的盔甲在加州失窃 有网友开玩笑说 能不能拜托这名头儿抢回无限源时 加州洛杉矶警方表示 他们昨天接获报案 说这副红金相见的盔甲自助舱设备中不翼而飞 警方告诉法新社 洛杉矶市中心以北的派克马 Proclamer 这处暴具仓库所有人认为 要价三十二万五千美元 约新台币九百七十一万七千五百元 的钢铁一是在二月和四月二十五日之间被偷 警方表示 这起不寻常的窃导案件已被列为优先查期重点 但目前没有掌握到任何相关线索 不过也有推特网友神来一笔的说 能成功偷走整套钢铁一海讨之夭夭的人 还真的是够格拥有这件盔甲 另一位网友回应说 若这是真的 史塔克 史塔克 钢铁人 该顾他 他把无限源时 Infinity Stones 偷回来 成龙姓陈为什么儿子姓房 成龙父亲当年隐姓埋名背后的故事 大家知道 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成龙 有一个很土的名字 叫陈刚生 但是他的儿子又叫房祖明 小编一直有种好奇 成龙到底姓什么 那要从成龙的父亲说起 成龙的父亲房道龙 1914年12月22日至2008年2月26日 祖籍安徽 曾学过功夫 早年混迹于南京 长大后加入国民党 并且在当时的国民党军统工作 从照片看 成龙的父亲身材高大 人也比较有气质 可以说是一个美男子 但是成龙比较完美地 避开了这些遗传学上的优点 变成了一个国际知名的喜剧舞打演员 成龙与父母当年在安徽老家 成龙的父亲与前妻育有二子 长子房世德 1940年出生 四子房世盛 1946年出生 由于当年形势 国民党溃败台湾 成龙的父亲也只好隐姓埋名去香港谋生 成龙的父亲与哥哥嫂子去香港之后 与第二任妻子陈莉莉结合 并改随期姓陈 更名为陈志平 并成为美国驻香港大使馆杂工 在此期间通过学习成为大使馆厨师 后大使调任澳大利亚代妻子随大使到澳大利亚赴任 两人于1954年为其生育一字 取名陈岗生 族名房世龙 即日后的巨星成龙 成龙父亲与安徽相亲和英岗生六岁半时 美国领事调生驻澳大利亚大使 也并陈志平夫妇同富任 但不可带小孩 龙爸爸就把成龙寄托给于战元做京剧门徒 17岁学义期满出师改名陈元龙从影 后在改名成龙拍蛇行雕首 最拳而走红 后在谨申好莱坞成国际巨星 1982年娶台湾女星林凤娇为妻 生一子取名陈祖名 后来祖名认祖归宗 改为房祖名 成龙一家三代 那么事情就很清楚了 成龙本身姓房 陈这个姓氏是当年掩饰身份不得已为之 是在外面叫的一个称呼而已 后来时过境迁 历时已经成为往事 成立的父亲也会回安徽老家看看自己的另外两个儿子 目前他们二人仍然在安徽农村 也是因为当年中国复杂的形势 造成了成龙家庭里复杂的姓氏关系 但是好在后来认祖归宗 恢复了房姓 根据安徽吴湖市档案局沈云局长介绍 立阳房市宗谱修成于清家庆轨骇年 即公元1803年 此后经多次修订 现在看到的是1992年新修订的本子 宗谱总共有八卷 原来二十多年前 在修订这本家库时 成龙和其儿子房祖名的姓名都已赫然在列 在这本房市宗谱上 记载的最早始祖为山东临资的房念签 也就是唐代宰相房玄陵的父亲 房玄陵之后其子孙房到陵千居扬州 至明代出房家财定居现在的吴湖市 旧江区省巷镇 这也是网上很多人说成龙祖籍山东的原因 宗谱总共有八卷 请不吴修订